9月9的重阳节 因为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9月9定为重阳节 其实在《易经》当中 你把6定为阴素 把9定为阳素 所以9月9号是日月并阳 两酒相重 所以叫重阳 两个酒正好合在一起 所以叫重阳 也叫重酒 到了唐代 慢慢形成一个固定的 这个重阳节的节气 让大家能够理解 这个双重节 实际上就是岁月 岁月过去之后 人会对老人的一种怀念 和有了久 因为又是个长寿的意思 所以久久 重阳节 就是说老人应该活得比较长寿 所以就慢慢的 这个流传下来 就是大家要吃花糕 清贺了 所以过去 凡是碰到重阳节的时候 皇帝都要亲自到 万水山区登高 然后在山上 哎呀 看着 这个风景 然后呢 迎师一首 等等 就是这样 实际上呢 这个重阳节呢 登高的 这个风俗呢 一直呢 被当地的社会当中 就看成那个就是 消灾避难 消灾避难 所以在久久重阳节这一天呢 很多呢 很多人呢 就是要喜欢的对老人呢 照顾他们呢 帮助他们呢 就是祝福他们呢 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 然后呢 就是能够在心中啊 无魔 久久重阳节又称为登高节 登高节 重阳节 大家吃高 高嘛 或者是步步高升啊 步步高升